委内瑞拉国内抗议活动继续升温 而这是因为政府将最低工资标准上调40% 导致人们对进一步通货膨胀的担心造成的 本周早些时候 成千上万当地人占据委内瑞拉一些重要街道 开始进行集会 号召对罢免总统进行全民公投 就在反对派领导人组织进行全国性商业罢工的第一天 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·马杜罗宣布上调最低工资标准40% 此次上调薪金和养老金是年内的第四次上调 尽管该国政府在过去两年都没有公布通货膨胀率数据 但是创纪录的高通货膨胀似乎将不断地 让工资上调陷入了恶性循环 总统马杜罗年内已经提高了最低工资标准454% 根据他本人的说法 这要比通胀率多得多 真的多了很多 咨询公司Ecometria合伙人安吉尔·加西亚认为 世界上没有其他一个国家能在一天之内将公司上调40% 却不助长通胀率的 他同时也表达了这样的担忧 新的薪酬上调将会让委内瑞拉出现更多财源和商业活动停滞 马杜罗已将2017年的年度预算调高477% 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计该国通胀到明年将会出现火箭般的声速 达到1600% 委内瑞拉每月最低工资和食品补助增加到了90812波利瓦尔 相当于每月67美金 工资部分包括食品券和工人奖金 美洲委员会副主席埃里克·凡恩斯沃斯表示 委内瑞拉局势越发升温 所有的指标都显示情况正在快速恶化 而非变好 2016年是委内瑞拉经济衰退的连续第三年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 该国年内经济预计会收缩10% 衰退的局势还会持续到2019年 马杜罗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言称 世界上还有什么地方的工人 能够享受到这么多的公司上调 除了我们 没有了 本次新闻回顾就到这里 更多精彩 敬请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